哈喽各位好心人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019年全国象棋排位赛 第三轮的一盘精彩对局 由蒋川对阵王天一 那前两轮蒋川取胜了 赵金城和王珠峰 王天一则是取胜了 郝季超和谢静 双方状态都非常好 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蒋川先手兵器进一 配方王天一 炮二平三 炮二平五 翔三进五 十六进五 不是 避开黑方冲三足的反击 也是蒋川比较擅长的一个变化 那一方接走 马八进七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居酒兵八 红方兵三进一 强挺三兵 形成双头蛇 蒋川是把布局 纳入自己熟悉的轨道 那值得一提 今年全国个人赛决赛 王天一后手对汪洋 也走到这个局面 当时王天一选择 炮八进四 结果取胜 那这次 王天一又变了一招 选择比较常见的 炮八 瓶九 亮居 那红方 炮八瓶六 形成五六炮 黑方 马二进一 马八进七 居平二 马七进六 以上双方正常出子 那现在红方 跳马盘盒 踩着中足 黑方 四四进五 先巩固中路 红方 居一进二 含蓄的招法 将来马三进四之后 准备G平二对G 发挥出双马灵活的一个优势 当然 王天一也不是等闲之辈 G二进五 齐和G 捉七鲁兵 针对红方的盘和马 红方 向七进九 先保住 黑方 足三进一 继续贯彻攻击 红方的马兵 引诱红方 马六推七 这步棋当然没什么用 黑方进一步G 如果吃的话 这些黑方可以炮大马 再巨八进四 捉兵 黑方 双居灵活 反肩 那另外值得一提 以往也有出现过 红方马三进四 这么一个飞刀 王天一本身 后手对孟城 也曾经出现过 那一方 组织兵的话 红方马四进六 踩双 A方进一步G 形成双方 对捉一子的局面 变化会比较复杂 双方另有攻処 实战 长川 这文件选择 G九平起 这招棋 反须有力 先保住七兵 避开黑方 足三进一 吃兵的反击 那将来马三进四 更有力 黑方接走足一进一 这挺鞭兵 在我印象当中 似乎没什么出现过 可能是王天一的新招 但从实战结果来看 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那此外 直接G八进四 巡核 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选择 那现在王方 接走马三进四 准备往前扑了 黑方 G八进四 掩护寻合 洪方在G平而 要对局 抢先 黑方 只好对调 那这起 在组三进一 简化 成一个马炮的残棋 也是 蒋川 比较擅长的 那从一个布局 专列 角度 一开王天一 发挥 他犀利的棋风 洪方也算是成功 那黑方 接走炮打边边 洪方 马六进五 交换之后 等于黑方多了边兵 但洪方多了一个中兵 当然还是比较划算 现在黑方 如果随手再炮打兵 洪方 马四进三 多了这中兵和三陆兵 而且还符有 马踩中向的攻击手段 明显是一个优势 所以实战 王天一 当然还是比较激紧 炮三进一 先保住七路组 洪方 马四进流 还是威胁马踩向 利用二路炮 成底是门攻 一方平一步炮 顶住 那现在炮还是瞄住 马方的边兵 那蒋川 胸有成竹 兵武进一 哇 引游黑方 炮九退一 那这起打串 果然 王天一也不客气 就这么走 王方继续兵武进一 黑方炮打向 那蒋川 弃了一个向 还是体现出 极强的大局观 我觉得 尤其从实战来看 蒋川 马炮残疾的功力 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来看 那接走马六进八 咬炮 那一方 退炮 腰对 红方马八退七 跳向肩马 攻守肩别 一方选择 简单的对炮 红方马七进流 一方炮五平六 那这起在炮二平三 瞄住 一组 由此确立 将来多两个 过和兵的一个优势 我们来看 一方 退炮 准备长炮回家 红方 炮打足 一方 上市 顶住红马 红方在炮三平时 卡住向眼 准备过三路兵 黑方炮六平四 打马 红方退马 一方在马一进三 红方 冰三进一 一方 足九进一 红方在冰三平四 红方两个兵 手牵手 威力巨大 那一方 马三进二 憋住红马 红方 炮四平三 也准备残炮回家 深谋远律 不怕黑方 炮四平一 打边兵 因为红方可以 马七进八 踩双 将来在平中 炮一将 再破黑方一试 红方 马炮双兵 就可以发位了 实战 一方 足九进一 那五方 马三退二 打马 一方进马 红方在四五进六 先憋住马腿 一方 足九平八 红方在退炮 再打马 马三退二 红方在 马七进八 先手做事 等黑方退市 红方也 补一手势 黑方平足 红方 被向 等黑方平足 再向五进七 憋住马腿 又显示出 蒋川 劳练的一个手法 那一方 再平足 那以下 红方 就动手了 兵五兵六 准备再进兵 混出黑马 黑方 退马 那这起 蒋川 兵四进一 这是一部二手 威胁炮二进三 打边足 那这起 A方 可能马三进四 随时服有马四进三 至少还可以牵制住红炮 是更严谨的做法 但是战王天一选择出将 却是不明显的软手 红方 炮三进三 打边足 那我们来看 红方如果能顺利白打足 红方三个兵 过合 就胜定 那王天一之前 也有意识到这个威胁 他的想法就是准备上市 打死红炮 而且出将 当然是为了避开红方 马八进七的一个牵制 不料 讲穿 突事妙手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他是走了哪一步 好 如果你想的是 冰流精一 哇 恭喜你有预面神佛的实力 王天一傻眼的 哈哈 当然 他是肯定也算到了这步棋 所以上一步 他陷入了场考 不过也无奈 因为如果给红方 白打边足 也是输定 那为什么冰流精一 是一步巧手呢 因为桌折黑市和黑马 一方只好炮打边 那红方再炮三瓶流 扶冰四平五 捉死黑跑 一方却不能平中将 因为刚好 我草马一将 白抽黑跑 实战 王天一面临 白丢一子的危险 也让赛场所有人 包括蒋川 也以为输定了 那现在 他也只好 走一步 算一步 马三退四 红方冰四平五 捉跑 一方炮四平三 红方再冰五平六 捉双 当然早已在 王天一的预导之内 他接走下士 这么一个防守的构思 也是相当的巧妙 红方 如果该走 其他 比如说马八进九 那黑方就退炮 所以 红方也不客气 直接冰四跑 那一方马吃冰 希望通过 马三进二 再马二进三 配合过河足 可以对掉 或者吃掉 红方的鞭冰 求和 那王天一 尽管在几乎崩溃的情况下 也走得比较顽强 果然是外星人的实力 我们来看 红方炮六推二 准备退炮 打足 黑方足五进一 抢一步 考验红方的英雄 如果直接炮七平八 那黑方足五平四 再慢慢平过来 也刚好可以吃到红冰 所以红方炮六平七 大马 那黑方马三进二 红方 这期要预防 黑方马二进三 捉冰 平一步炮 先挡住黑马 那黑方足五平四 眼看这足多平两步 就可以对掉红冰 王天一 也走得比较冷静 那现在 蒋川 也意识到无法白吃 黑足的 只好退炮 那黑方 马二进三 捉冰 红方在炮八平六 对打 那么交换之后 形成马炮 对马足的一个残棋 如果黑方没有足 红方当然是必胜 但黑方有了这足 可以支援防守 红方取胜的难度 就比较大 那以下双方周长了百多个回合 蒋川也没有明显破门入局的手段 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关键点 黑方 双向单缺室 那现在红方 机会 有机会多吃黑方一个室 但黑方显然是服有足五金一 如果能破掉红方的双室 让红方没有炮价 也就是合起了 那红方 当然这期另外也可以考虑退室 保留变化 但蒋川 估计的是自然现招已经几乎到五十步了 无奈只好炮打室 这部棋当然也是身谋远虑 黄天一 胸有成足 冲足 捉红室 却只见同方炮四对四 哇哦 等于白气室 看似无道理 却显示出极大的大局观 身后的马炮残疾功力 我们来看 黑方是选择一个马之室 那当然这部马之室还服有足五平四 偷杀的手段 那黑方啊 看似已经没有危险了 但蒋川 也是胸有成足 退马一将 再马四退五 那这马放到这位置 是全盘最佳的位置 控制黑足 四季退向 捉死黑足 还是保持迎期的希望 那现在黑方 只好动马 如果马六退八的话 没有先手 黄天一 当然还是顾及红方退向的攻击手段 所以他选择马六进八 有咬红式的先手 却只见蒋川 轻轻的平中帅 那这不起考验黑方的应手 果然是平淡中 见功力 我们来到一个转折点 黑方如果继续 马八退路一将 再马八进六 马六进八 按照中国旗规 黑方算常打 犯规必须变招 但如果按照亚洲旗规 黑方一将一桌 是允许的 所以黑方要合齐 就比较容易 当然实战王天一 意识到不能这么走 那他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选择一个出将 却导致败取 那这旗 可能考虑改走 先足五平六 保住黑足 不让红炮轻易的退回来 还有先手 我们待会儿 看得到 那龙方如四四进五 黑方可以在平中族 威胁砍中士 就可以求和了 实战 王天一选择一步出将 那蒋川抓紧机会 炮四退二 这不起 相当严厉 威胁炮四平三 憋住马腿 就可以困死黑足 那黑方选择 平一步足 红方 再跑四平六 顿挫 蒋川走得也太巧妙了 扶马 四四进五 打黑马 还是吃死黑足 哪一方可能还是考虑 逐六平七 暂时保足 可能还比实战顽强一点 因为王天一接走的是 逐六平五 逃一步 想盯住 红方的忠视 却给蒋川 炮六平三 憋住马腿 下一步威胁退向 必然捉死黑足 黑马根本没有回防之路 而红方 马炮 单视向 必胜 黑方 马双向 所以王天一 只好含泪一人负